兄弟们就在今天我领悟出来了一个光性打吕布的小妙招就是两个字勇敢 这把我们兑现一个黄刀吕布 只要吕布在我的视线范围内 我的二技能就不可能用来清兵全部用来打吕布 他带的是成绩和蟹肯定也都是他的 也不要去抢和蟹就用二技能刮他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朋友说了 吕布二技能可以吸盾还能回血 你这点刮没有效果呀 诶此言诧异 如果你是以清兵为目的顺便刮他一下 那效果肯定是不明显 但是自上线以来我就没想着清兵 我只想刮他 那这个效果就非常显著了 他带的是成绩 第一波拿和蟹 那第二波就要去抢我的云中军了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四级前单杀他最好的机会 先把小兵的尾刀都补了 经济最大化 这个时候可以发现吕布在打鸟 并且他有一大半的血量 我们也不要想抢这个鸟啊 就等吕布的护盾消失 还是刮他 假装迎上去 堵他一技能 这个时候可以打了 大多数吕布是不会把一个三级的理性放在眼里的 但是如果你对象的那个不跟你打 那你就自己想办法吧 一般情况下他都会跟你打的 这边吕布一技能好了 再躲他一个横批 我从上线开始 每一个二技能都是冲着吕布放的 为的就是这一刻 单杀 光性打吕布第一件肯定是要出允星的 这边允星已经出来了 伤害会获得一个提升 大招 二技能 吕布想先附魔 后开大 开个屁 吕布前期不出肉 我出了允星 打他简直就跟真伤一样 等吕布刚复活活到线上 直接把药吃了 在自己连续被单杀两次之后 这个血包就是压垮吕布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其实知道自己打不过我 但他必须要跟我打 为什么呢 呃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也是这样 这波操作有点失误 因为我确实是没有想到 吕布他半个血竟然这么能扛 这要让他发育起来 呐喊得了 所以我才说兄弟们 李信打吕布 从上线那一刻起 我们就要以单杀他为目的 而不是清兵生死 身为一名对抗路 小地图如果看不到对面打野 不要轻易压他 这波我为什么敢压 呃 因为打野已经死了 但是现在 静师傅活了 我为什么还敢压 因为静师傅敢来 把他一起劈了 九级打七级 这是什么概念兄弟们 别说呃 区区一个T0打野啊 在这种等级下 什么打野来了都不好使 呃 元素龙除外啊 那这个时候 肯定会有朋友觉得 对面这个吕布不会玩 不能代表什么 那我肯定是知道的了 其中两把都是对线吕布 战绩也还可以 我觉得其根本原因 是不再想着为所生死 每次上线 都是以单杀对面为目的 这让我找回了曾经理性的自信 自信来了 吕布的一技能自然就好躲了 不管对面带的是成绩 还是闪现 只要前期打出优势 那么十分钟前都是碾压 而且你只要勇敢的去对线 你就会发现 吕布的横批非常好躲 注意看这波 先把蓝带走 吕布想过来批我 他离我比较远 二技能 A下一技能往后拉 空一喊开大 直接抬走 再看这一波 本来我是想清个线的 吸食过来 把他当兵一起清了 吕布又来了 他身后还有个大桥 吕布追我 大桥给他放了个电梯加速 一技能 等他抬手 穿过去 躲他一技能 无非就是两种 他离你远就往后拉 他离你近 就直接穿过去 顺便还能扎他一下 那么现在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觉得 光信打吕布 也没有那么害怕了呀 快去试试 六分钟之后 找我反馈一下啊 那么本期视频 关于理性的部分 到这里 差不多就结束了 最近在看评论 和私信的时候 总是会看到 有朋友这样说 铁哥的视频 怎么最近变短了 怎么没有以前有意思了 哎 你们说的这些 我自己又何尝不知道呢 其实 没多大事啊 兄弟们 创作低谷嘛 创作焦虑嘛 所有的作者都会有 经常刷视频的朋友 应该能发现 最近一段时间 一大半的作者 都比较低迷 这个跟时间有关 也跟状态有关 咱不说别人 就单说我自己啊 我觉得用不了几天 我就能把状态找回来 给大家呈现更好的作品 毕竟 我可是那个日更的枪者 我 就是太阳 牧竟 谢谢观看